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心畏秉申己畏故乘 这一个人他是在问说 他的八字里面 人家常常讲消应夺食 假如是消应 就是去和食伤是不是也是算同样的一个状况 很多人他就是流于这一种名词上的一种解释 就是八字上出了很多术语 他从认为他的八字有相关的这一种的状况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这一种情况其实在学八字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 因为你有像术语所讲的这种情况出现 但不见得你会有这一种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八字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看一下他本命 他本命丙心一合 所以他天干剩下一个物理 他的地支我们会知道 物就是成为去申金 我们知道他是这一种状况 在这一种状况的情况下 好 这是他本命 他进入了这个魁士大日的时候 他的八字就变成物魁一合 天干就什么都没有 天干就剩下一个日主 吉普 那地支四身一合以后 他剩下乘土费土 所以各位我们会知道他是不是 食伤心少掉了 那他食伤心少掉的一种情况下 那会产生怎样 他的八字本身没有所谓的财心 没有所谓的财心 以食伤心来代替的一个情况下 在这时候他的一个食伤又消失 首先第一个 他的一个财心就会偏弱 他的财心就会偏弱 而且各位看到他原本还有一个戊土 到这边连个戊土都没有 为什么 被合住 也就是说他的本来的朋友会被这时候的什么 出现的女人合种 所以很有可能他会产生的跟他的朋友 因为女生产生纠纷 或者是跟他的朋友这时候跟他的钱财 会产生纠纷 这个就是他现在的一个状况 所以整体来讲他的财运并没有很漂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到 跟我们刚刚所讲的销印度石 这些东西有没有相关 其实没有太大观念 还是都回归到哪里了 都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去 所以在批八字的时候 我会非常的跟各位讲 不要只是把术语朗朗上口 伤官见光会怎么样 官杀混杂会怎么样 各位你要了解伤官见光 放到不同的位置上的人的时候 他是不一样的 官杀混杂其实在 在现在的社会他是非常常见的 你不要把这一些古人的 的观念 你把他套在现在了 古人 女人 大门不出 恶门不卖 所以他假如官杀混杂 哎呀 你们说他可能感情很差 这个是不好的 可是现在的女人已经是 等一下 地位爬起来了 他可以随时跟正常人在那边聊天 一个女生在那边跟两三个男生聊天 就叫官杀混杂 这现在的社会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不要把这一些术语 再把他拿来 你再无限的放大 当然 讲理可以 可是实际上 假如真正要批命的时候 那就是一团糟 为什么 因为你要记得 现在的社会跟古代的社会 已经不一样了 你不能够再拿以前的社会的规范 来看现在人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八字里面很大的一个盲点 大家推崇古书古书 可是古书的观念 他停留在是现在的观念吗 他是一千年前两千年前那一种观念 各位 所以不要把八字 你们里面所讲的东西都视为圣经 你一定要做一个适当的修正 你这一种修正 一定要从现在人身上去找答案 为什么 因为学八字不是在批那些名人 伟人 那些人都已经死掉了 他不会跟你抗议 可是你批现在人 你批对人家比你比赞 你批错人家骂死你 他马上你马上就可以得到回馈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各位学习八字的时候 请你去找人来实际验证 而不是永远拿着书 拿着书 是 这个书上为什么讲这个八字是这样 又在讲名人意识 问题 这些东西都套得出来的 可是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一些人 套得出来吗 批对就批对 批错就批错 他是一般两正元 这个不就是最好修正的一种情况吗 所以在此跟各位勉励一下 学习八字 就是真的去批八字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